好另外最新的连线消息 南港中研院的一个实验室 传出一名研究员感染了新冠病毒 他是住在新北市 没有出国时 而且CT值相当低 如果被列为本土个案 是国内一个多月以来 再度出现的本土个案 在刚才程中有做出最新说明 连线给记者张雨昕 好稍早呢 这个部长程中是在板桥车站视察的时候 他有证实这个消息 他提到说呢 确实这个就是在南港中研院 P3实验室的一名研究员 目前呢 程中也证实说 应该是工作场域受到污染 可能就是因为实验室外泄的关系 这名研究员呢 他是一名女性 她住在新北市 而在南港工作 她身体不适之后呢 是在南港的诊所就医 然后确诊了新冠肺炎 不过呢 这个指挥中心程中 他刚也是提到说 他一踩呢 是PCR阳性的 目前他们还在复验当中 但不排除哦 可能是实验室污染 因此呢 包括了这个专家小组的 召集人张上纯 还有CDC的这个专家 都已经前往中研院 要来了解 是不是这个实验室 有外泄的情形 才造成这一名研究员确诊 另一方面呢 我们也从跟这个确诊者 有相同足迹的民众反应 他们提到说 其实北市卫生区 已经掌握了这一名女性的足迹 它在大安区呢 就有三个地点 另外呢 也有民众已经接到通知说 他跟确诊者的足迹是有重叠 因此呢 必须要做后续的处理 指挥官刚刚在板桥的时候 他也提到说 他虽然在复验中 但是该隔离的呢 都已经开始展开隔离了 而如果他是本土个案的话呢 稍早指挥中心也表示说 我们是35天加零 因此呢 可能就在今天加零止步 这是我们稍早掌握到的情形直播 目前看起来有一个PCR景面是阳性的 那目前我们有个信息 跟我们商教授 我们到那边去现场聊天 直接来指挥 那目前的情况 我们在复验中 那当然需要隔离的 现在也展开我们的意料隔离 这种问题就是什么 我们在进行 目前的 若你实时 接入我最后是因为实验软离 或者目前的状况看起来 那是会劣在很普加人的时间 那我现在刚刚到汪郎那张 会有人提交自己的事情吗 这个我倒是没有 接触到因为在刚刚 从刚刚那里 那大家都深刻在进行 应该 这些卫生区的话 然后我们可以分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